黄庆云 我的文化大革命 第四章 下放的下放 患难之交 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文艺界丑化为大染缸 其实多少五彩缤纷的颜色都从那里喷波而出 风雨过后 还有彩虹高悬在天空呢 在新结石的同学中 最使我难忘的是刘润涛 有一天 我独自一人在七连 也就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菜地上劳动时 有一个人从临近的菜地招呼了我一声 黄庆云同志 我抬头一望 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汉子从田头站立起来 好一个庞然大物 脸上身上闪着古铜的光辉 黑色的头发掩不住那硕大的脑袋 出秃的额头在太阳下发着光 下巴上胡子八叉的 巨大的手脚上 泥巴处处 我不知道对这尊塑像式的人怎么称呼 他说 我叫刘润涛 和你一起开过会的 哦 我应了一声 心里却说 我还以为你是天方夜谭神灯里的那个巨人呢 他继续自保家门 说我原来是在武汉当眼科医生的 由于写了一个剧本 被田汉看见了 他鼓励我不再从医 专业编写剧本 真想不到 落到了今天的日子 田汉 这名字使我揪心 他对我的鼓励还小吗 我默不作声 他似乎在埋怨田汉 却又瞒不住对田汉的怀念 他落得今天的日子 可不知 田汉这时也许已经归天了 于是我便问他 你既然懂得医学 为什么不在干校里学做赤脚医生呢 你不是已经赤了脚了吗 他摇头说 不 上头不会给我当赤脚医生的 我没那资格 我明白了 他还不是同学 他还是一条牛 牛虽然赤脚 还不能取得赤脚医生这光荣的称号 而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牛对话 给别人看见 起码就得检讨立场 但是谁叫我一开头 就那么疏于防范呢 正如西言所说 一清早起床 就错用了一条腿走路 既然错开了一步 也只好一直走下去了 于是我继续跟他交谈 当然 谈的不是什么文艺这老石子 我谈的是种菜 他谈的是一眼睛 他说他看见这里很多农民 眼睛看不见东西 心里很难过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虾 只是白内障 只要他给他们轻轻 开一刀 马上就好 这次幸亏没人看见 以后我调到农村里 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就很久没见过他了 又过了不久 有一次我从七连的菜队 经过的时候 他又叫住罗 他高高兴兴地告诉我说 他已经解放了 许多瞎了眼的农民 都来请他开刀 他已经治愈了不少人 我当然很高兴 也要介绍我住国队的农民 到他那里去就医 他对我说 我想过了 像这样一个一个地做手术 作用还不算大 其实这样的手术很简单 要是我能把这手术 交给农民自己掌握 那么今后 对他们的作用可就大了 你能不能对干校提个建议 再对公社提个建议 组织一些机灵一些 有文化的年轻人 办这样一个学习班呢 我当然是双手赞成 说我一定要跟干校领导说 这个巨人立刻高兴地面露笑容 可是他有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管干校行政的是陈远高 他是比较理解人的 你能不能告诉他 我跟农民做眼科手术 握刀的手要绝对稳定 不能出错的 可是我天天挑水 挑粪 挑射筒 除大地 握手术刀时 常常懂 能不能给我一点休息时间 他说的我都照办了 陈远高果然就同意 不久在公社所在地的 横石堂 卫生院里拨出了房子 给眼科学习班用 这是一所实验的学习班 年轻的学员一边学一边医人 刘润涛就在那里指导一切 我走到那里一看 针脚人从心里高兴 被医的人固然喜笑洋洋 津津乐道 他们是如何遇到了神医 使得他们重见天日 那些受了训练毕业的农村青年 朝气蓬勃 从来没有想象过 他们那双拿锄头的手 竟然可以拿起手术刀来 而且给自己的乡亲们治病 在这些即将重见光明 与小小的光明使者的口中 总是离不开刘一生 我望着目前的刘一生 他再不赤膊了 重新穿上了中山装 俨然是一位资深的大夫 但我想 他的外衣包裹着的 仍然是那位神灯巨人 他有着那么超凡的 又肯给别人服务的毅力 叫他干哪一行就干哪一行 田汉没有辜负他 他也没有辜负自己 文艺战士放弃了笔 还是一个战士 无悔此生 四人帮倒台以后 我回到做协工作 刘任涛也回到了 珠江电影制片厂 官府原职 我们两家住得很近 因此他常常到我家来 这个时候 我编我的少年文艺报 他写他的电影剧本 他常常拿了写好的剧本 来给我看 总是听说 上头拿去看 却没有一个开拍的 使我震惊的 却是他的女儿 写了一本稿子 忘却的美 他把手稿交给我时 真叫我拍案惊奇 那不算是儿童文学 却从一个婴儿的眼中 感到了世界之美 大自然之美 和人类的爱 书里还有他自己画的插图 十分的生动活泼 这位作者不但文笔流畅 幻想新奇 而且有着很丰富的生物常识 我爱不释手 后来介绍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也极为赏识 可是这位心灵美丽的女作家 刘雪花是怎样的人呢 她在读大学的时候 被错坏为右派 在文化大革命时 她的丈夫给那些被蒙蔽的群众 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枪毙了 而最悲惨的是 正当她被五花大绑绑着 头上插着处决的标签时 她十岁的儿子刚从小学放学回家 亲眼看着自己的爸爸活活被枪毙 我真不敢想象这个情景 而心灵受了重创的雪花 却还能保持着生存的勇气 她还在写作 呼唤着人们记得人生忘却的美 她的专业是城市建设 她还在创作制作建议和设计 美化城市的环境 美化大自然 伤痕似乎没有留在小刘的心上 也没有留在老刘的心上 不过老刘确实逐渐老了 她告诉我幸亏在干校时 脑血管硬化还不严重 可以做眼科手术 现在她自己的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了 手也发抖了 有一次她来我家 恰巧我的眼睛正在冲血 剧痛无比 我正要到医院去 她给我看看 说让我来试试吧 她叫我从头上拔出一根头发 交给她 她用这根头发在我的眼睛上一刮 一粒很小很小的铁片给刮了出来 我的眼睛就好了 可见她饱到位了 确实 艺术高明 后来她分配了房子 搬到了广州 河南赤岗 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去了 我也因为房子改建 搬到了文德路五层的高楼上 彼此的往来就少了 有一天 她忽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看她已经老太隆中 秃头的更多 头发也全白了 连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 她告诉我 要到湖南各地去调查盲童的树木 做一个挽救盲童的计划 中国的盲童太多了 她还说到广州 广州过去还有盲童学校 后来把盲童学校一做别用 如果不及时恢复 将来连仅存的少数盲童教师也流失了 看她的样子 我想起了圣经上耶稣说过的一句话 我的心是愿意做的 我的身体却太弱了 她的情况也正是如此 看到她摇摇欲坠的样子 我真担心她此次出师 能不能凯旋呢 她自己显然也担心这一点 她说 我什么事都放得下 可只有一件事求你给我办吧 我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诗人 她现在在水果摊上卖水果 她还要养一个女儿 你能不能给她介绍一份工作呢 此时此刻她说话的神情 就恍如临终脱姑一样 我当然义不容辞 一口答应了 她走后 我到解放北路的水果摊上 拜会了这位女诗人 她就是卢麦 我多方努力 终于让她以临时工的身份 转到了作协 担任了编辑工作 在我认识的许多诗人当中 卢麦确实是一个连灵魂 都渗透着诗意的诗人 她高中毕业时 本来可以在大城市逗留 为了爱上一个小伙子 就什么都不管 小伙子下放到海南军肯农场 她就拿起个小提琴 跟着她到天涯海角去了 在夜风海雨中生活 几年后 小伙子因为落实政策 回到了她的老家香港去 就把一个女儿留给了卢麦 从此她就一个人 在广州一个四平方尺的床位上过活 卢麦近身文化界 她的诗给人们赏识 可她的浪漫气息 天真的心灵 别人看来却是傻气 然而 我们少年文艺报的同仁 对她可真是合作无见 我们少年文艺报 为广州文教当局 主动提出一项服务 调查室内现存的盲童师资 和盲童的树木 这事儿卢麦一手承担下来了 后来在文教战线 有关盲童教育的会议上 我们少年文艺报 这项工作受到了表扬 我想她也是在 刘润涛的精神感召下而努力的 至于刘润涛自己写的电影剧本 是什么内容呢 我记得其中一本 那是一个女护士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故事 这类故事在当时 赵丽是不会批准上演的 刘润涛难道不会想到吗 当电影剧本被拒绝时 我问她 人家提的是什么意见 她说 就在自杀这一点上 他们说不真实 我写的是那个女护士 穿上了整整齐齐的护士服装 然后像天使一样死去的 我一定写她刻意这样做 死也不能玷污自己的职业形象 这一点我是不能改的 我心里微微颤动起来 这个一直全身充满活力 在任何环境都贡献出自己的人 难道她也曾经想过 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她说 那是真实 那就是真实 也许因为我是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人 我只会幻想 而我这一条藤上的几个知心的朋友 也都是生活在幻想中的患难之交 患难也不曾把他们的幻想夺去 这就是刘润涛 刘雪花夫女俩 大染缸里会喷射出彩虹 黑暗的世界的干笑 会出现光明的使者 好 好 好